拳風 鎮住邪惡淚 大刀 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 八點到九點半 條理龍毛蘭花系主理 現代蠔客長 客家佬 牛精文 艷雞 大咪 啤梨 Hello 回來了 我真的很奇怪 明知道我在做Live Show 有電話又WhatsApp 即是古靈精怪 我們上次聽過Edith Chan說 加強我們節目的 但其實我不太想 因為沒有設定 你當然要有一個 其實我們的Jingle 是何方錄的 聲音 當然要有些 但不要緊 今天第一集 我們先嘗試一下 因為有沒有這麼多現代蠔客 究竟是否合 要檢查的 補充一些 這首歌是近代蠔客傳 第一集 第十三輯 第一集 第一個人物 叫做大都王五 黃五 黃五是甚麼水 大都王五 名字很有氣勢 正名叫做黃正義 有兒的兒 黃正義 所以叫做黃 不是排第五 他家裡排第五 他一生行俠仗義 曾經支持維新 政府幹難 成為人人稱重的一代蠔客 他出生貧寒 三歲時 爸爸死了 三歲死老爸 五歲死老母 老母相依為名 從小做各類的集合 後來就拜師 超和誠 就集武 然後打下堅實的基礎 倉州當時有名的師傅 叫做李鳳剛 倉州人 倉州地區 倉州不知道 不要緊 不要緊 剛才是江西 先和超和誠學藝 那就是中原 然後就是李鳳剛 李鳳剛出名的 收集更高的武藝 黃五想拜 我補充一下 應該是超和誠 他不出幾年 因為是學武奇才 超和誠 想他有更好的發展 就介紹給他另一個師傅 最初李鳳剛不接受他 黃五為了打動李鳳剛 就跪在李鳳剛的門口 以示成心 最終李鳳剛被他打動了 收他為徒 說實話我們看武學片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日本人學壽司都是這樣 下雨 打風度都是抽搖 所以現在那些 混蛋都是這樣 混蛋都是這樣 如果家裡留下臨雨 繼續繼續繼續 黃五都是這樣 最終於不負所託 然後就成功拜師 鍛鍊成為全面的人才 那時候李鳳剛再推薦給他師兄劉士龍 一起做標局 即是劉士龍 即是做標標的 即是做標標的 行走江湖 經過幾年的鍛鍊 黃五就告別師傅 在童治十年 他先後在天津 接著到北京 人家介紹了他一間標局做標師 江湖三年的時候 黃五就用自己的積蓄 加上朋友的幫助 開標局 在北京半壁街 在崇文區 就開了這個叫順元標局 順元標局 後來順元標局 越做越大 那個範圍就由北至山海關 南到江蘇淮安市 因為他做的事 又合理 收費又合理 即是他們不用說 差點做到火行 馬上聲明大噪 很厲害 出身說的 黃五就是行內人 對他很尊重 他的愛國異舉 是別人廣泛傳重 當時甲午戰爭失敗之後 如是安為盡上唆 上唆 上唆是甚麼意思 不知道 即是盡簡 歷塵以和之弊 即是他這傢伙安和盡 就不贊成以和 安為盡 要求嚴懲 他不贊成以和 即是要練習過 嚴懲這個 誤覺者 但遭到清廷的責斥 即是買國賊 即是革職去邊關 黃五當時奮言毅言 擔起互送安為盡的責任 回到北京之後 黃五在香廠 籌開學堂 叫做父母義學 父是父親的父 母就是武術 接著實在太慢了 我們先深謀一下 黃五的學武 大家了解 喜歡做一身武藝 而且他是擅長用單刀 所以叫做大刀 對 逐樣說 因為我們要了解一下人物 其實武藝高不高 其實不代表合不合 然後 其實他自己做一個標局 生意做得火紅 有自己的標局 順元標局 有自己的生意好運盡 他搵到山海關 又不知道他搵到什麼 江蘇 江南北 但是他仍然很關心國家 外國分子 這個叫做什麼 安和俊 安維俊 安維俊 歷層以和之弊 因為以和被人吃硬 好像民主黨那些以和 吃硬 但是 反而清廷 就把他扁去邊關 於是他又激於意份 其實不關他的事 做生意而已 他就親自去壓這個標 即是壓這個安維俊 去邊關 好 繼續 之後就是 因為王五的合議心腸 之後他就結識到 當時的譚志彤 我了解到 停一停 是自然反應來的 因為這些異舉 自然會吸引到一些 當時的所謂風流人物 即是外國分子 像我們以前的偶像 現在我們全部都認識 類似 傳授譚志彤武藝刀劍之法 他教譚志彤武藝刀劍之法 是 譚志彤武藝刀劍之法 譚志彤武藝刀劍之法 他教譚志彤武藝刀劍之法 建立了深厚友誼 即是朋友 1898年 貿率變法去到高朝 譚志彤應召入京 任四品的軍機張經參與變法 即是衛生變法 黃五日擔起譚志彤的衣食住行 以及保安中國 即是保護他 但變法失敗 譚志彤為了表白自己變法的決心 覺醒大眾 甘願受捕 被人抓 黃五日心急如焚 又多方面居打招拒消息 疏通道逆利 港劍武藝刀劍之士 即是莽馬 便密謀劍郁 但譚志彤當時堅決拒絕 聽說要覺醒大眾 即是叫遏下的人 即是寫身就義 最後是和茂出六君子 在這個孫母門 在蔡視口 斬 只為譚志彤也要聊一集 他臨寫了一句話,有話要說,但官不可以說這也成為千古之迷 陸君子負義,為了承繼藍志同的遺志和復仇 那麼多次組織人員進行暗殺行動 我們以前看這些,這也叫做近代,還會有復仇 你想一下我們現在不想復仇 不想一下我們當然要復仇,譬如你沒事的,黃楊大衛無論如何都要復仇 法官也好,什麼臭也好,找針氏 我們以前的人進步,繼續 在1900年,義和團反帝外國運動在北方興起,王五率眾積極參與 爭予義和團,以及義和團的人並肩作戰,殺羊人,攻打教堂 10月25日,清兵將順元彪局團團圍住 最終因為寡不敵眾,被八國聯軍槍殺 一生的護國英烈,就是這樣慘死賣國賊的刀下 槍下 當時就56歲 五十六歲,很短命 如果不死,現在都是八多歲 其實我們看到這裏,奏國在質疑 他們真的是愛國之士,我們在這裏,弄錯義和團,你這麼狼狗 你真是去幫他 但是套犯入那一代人,他一定是 過列代人 當時的職弱,被八國聯軍這樣打法 他們看到這些義和武士人衝動一點 起碼血勝一點,不要說衝動一點 他就會覺得,那時就是幫義和團去對抗鬼佬 但是清朝又是按鈕 清廷那時,你對抗鬼佬,被鬼佬壓力抵押 他一定是第一個又搞你 黃五,因為他第一集 筆室是一個熱血漢子 當然我們現在看回頭 如果被我們這些走聰面的香港人,二和團彩你按鈕 因為我們又不承建制 但你反抗,你會在建制底下,即使是對外敵的也好 等於現在才我們這樣想奇怪 我不是說我,但我們很奇怪 我們也是 如果見到別人,好像最近日本和中國很感動 日本多一點 我們竟然會覺得,日本打贏他們 他們這些是很清楚的 中國就是中國 中華情意結 很濃的 那為什麼我們這些人會沒有了 而共產黨明明是這二、三十年來不斷強調愛國 但為什麼我們會沒有了 其實我們小時候看這些 都很愛國的,很熱血的 你看看電影沉針,走出去 日本人打日本人的時候 嘩,拍冷眼手上 屌你了 為國捐缺 你像黃五那樣,屌你了 就算不濟也好 就算不濟也好 死守這個順元 然後死在這個洋鬼槍下 很英雄 很英雄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扭成這樣呢 不過,這些血性漢子 可能她心思未必很述類 她不像譚志彤那些 即是兩類人 沒錯 但是譚志彤其實是否叫做糾死呢 其實也是糾死的 但是最後都叫做有民國 其實孫中山是真的 即是我們剛剛上個星期 參加完這個國民黨的晚宴 聽完這個 就了解多了些 其實都不是說 一開波就想革命 都是想內部改革 希望大家聽完這些合意之事 當然 在這個segment做的時候 我已經決定要好好訓練 煙雞的聲線 以及說話的速度 大家不要怪他 因為這一段 我在百度百科 全部都是殘體字 因為香港反而沒有人打相 找不到 我記得這套 我只是幾歲人 他做的時候 我網友說得對 Francis還是誰 他說是大口稱做主角 這套電影是1976年 《無線更多合傳》 第一集是《大都王五》 同期麗的電視也有《大都王五》 就是一套叫《十大刺客》的電視劇 那邊的《大都王五》是誰做的 就是劉錫青 羅錫青 羅錫青 有人說 我小時候想死 羅錫青是 後來生青沙死了 班班的男朋友 對 老公 有沒有結婚 好像沒有結婚 結婚不知道 我記得要問一下蕭生才知道 我記得 《76年》 《大都王五》應該不是第一集 但那時候是為了怎樣捏 因為那時候電視真的會捏 你那個耳朵的屌尿 是丁刀碼頭的 你30點 我31 或者最多收視的比重就是 7、3、6、4 再不再說天蠢變 才會捏捏到五分 於是他才會放在第一集 我們叫小事牛刀 大家希望 大家喜不喜歡這個環節 當然找人物是難的 要判斷他是不是合 這些為國為民 就算他是懂不懂武功的 當然是合之大者 其實很多的 有男有女 正如我們Facebook 有說我們大合調 搞得到我們都行兩糟糕 於是才改我們的節目 叫《現代豪合傳》 在這個時間 他們說還要播一下歌 我們當然要 成首第一次播出我們的主題曲 讓大家看看這個MV 不要唱 我們先去影片 要媲呢 萬聖火傳 音樂 師父 你這個 也只要對 他們說 有些金錢 你都說 你都不喜歡 你zing 你都不喜歡 很運 你不要 鬼神秘技 林燕乾淡照 合客眾人意 拳風鎮住邪惡淚 大刀劈盡無理事 豪氣壓絕強淚 火惡霸陽正義 當人拋笑我 攜身成大事 永誰清是淚 熱血是藍耳 當人拋笑我 攜身成大事 永誰清是淚 熱血是藍耳 永誰清是淚 熱血是藍耳 永誰清是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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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能淚 這次都是淚 好多關鍵 有時人會淚 其實我現在淚也不想淚 LES 太多了,每天都有這麼多東西 乖乖的 去龍家嶺湯之前,我突然看MV的時候想起一些東西 以前的東西真的合理很多 找大口稱為王正義 如果今時今日再拍這些,一定是林峯、王宗澤、馬的名 當年他甚至拍喬峯,找梁家嶺湯 以前他們真的去Casting 找個角色,找個氣質 其實王五是否這樣,我也不像 王五猶豫也是這樣 粗豪 你現在為什麼要搞TVB,是合理的 王五猶豫,還說完這個黑話 現在我練到,我老母現在近來才知道我出來搞震 我現在是東張省望時間,我全部吃飯時間 我全部就讓他在別的地方 甚至是讓他優先 I-Cable也好,Low也好,看西片 或者看Lational Graphic 但是我又這樣,去到8點 我都讓他看就算了 那些老人家喜歡看外回家 你想想我昨天立立立的外回家 你是哪個契機 一個小女孩剛出來做事 請別人吃成皮的菜 那些都算了 那間屋子,每個屋都這麼漂亮 你有沒有麻醉 在外國的特國內看 香港真的很年輕 香港原來的家庭很年輕 媽媽啊,你有沒有 沒有人窮人 我天天在公司看下樓 街市都拿著10元 做事分得住這間屋 開的士就做這間屋 最多賺得沒那麼漂亮 人家的外國都會覺得 一層樓幾百萬 你們香港人真的有米 你想想幾百萬你買給我 是幾千萬 我這麼大的車子 去龍家靚湯吧 餐公義,要健康,龍家靚湯 都是回來龍家靚湯 上個星期,反應很熱烈 或者簡單一點 上個星期是栗子豬肚湯 大陸一點 正如我們的名字 有些人進不到家 有些人進到家 上次的湯就容易進到家 你的比例這麼奇怪 我們為什麼進不到家 調理龍墓 這麼乾淨的名字 警察排照科 不斷問我調理龍墓為什麼 調理龍墓為什麼 調理龍墓為什麼 龍墓為什麼你知道嗎 整個星期都拿不到牌 大佬 進不到家 我都瘋狂的 龍家靚湯今天要介紹一下 正如給你的話頭 我們前幾集都是關於神 關於賓州 喝得多都麻木了 不要經常少 今天轉一轉 不會麻木的 沒有啊 現在這個天氣突然間又冷了 正如有些人跟我說 它本身氣管不好的 一轉天氣 咳到癡間 所以我今天 介紹這個 主要針對氣管 那個肺 好像還沒出片 出了 出了 賣出那個湯 對 這個 今天要介紹什麼呢 主要介紹的是借菇 借菇呢 對於廢藥 知氣管 黨心很便宜 不妨 這個天氣 突然間轉天氣 煮這個湯 但大家記住 如果感冒起 作感冒 就不要煮 平時都舒緩期 什麼叫舒緩期 就是說 你沒什麼事 但是本身 是比較弱一點的 氣管藥 肺藥 就煮這個湯 很簡單 俠徒 黨心 淮山 都很大路 你多一點 這個湯都算便宜 這個湯 黨心應該是很便宜的 最貴的是借菇 現在 如果是新鮮的借菇 一隻 你預算它五十多六十五元 借菇和鵪春不相同 正如你剛才問我的問題 有些人容易混淆了借菇 我們今天繼續介紹借菇 一些鵪春 鵪春其實跟借菇 基本上都差不多 有機會都差不多 不錯 不錯 借菇 主要針對氣管肺 鵪春就是說你病完之後 體藥 甚至乎 阿啤梨每天都少 少得多 個人都很虛 想要補一下 就同樣拿一些材料 去用回鵪春 來補回個人的氣血 補一下身 兩者分別獨在於 一個氣管 一個全身 幫你的人虛補 就這麼簡單 其實差不多 記住 氣管不好 好像借菇一樣 有沒有蛋 有 什麼沒有 我們吃鵪春蛋 為什麼沒有借菇蛋 這個 你可能不好吃 還有 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借菇菜究竟是一種菜 還是真的 借菇菜是一種菜 不是用菜來加借菇 另外一樣 我突然想起 我們有一個氣管比較弱 你不是說癖痕嗎 癖痕 不過你可以加少許 加強板 可以加少許穿背 為什麼我這條方不加穿背 因為穿背又是貴 其實太貴得來 雖然效果可能會好一點 但我覺得不太值 因為現在 你一兩的穿背 我想都要逛逛 要百幾二百元 我覺得不值 有一個價值 依然我介紹這個 比較簡單 都可以的 但如果 你說家裡有些穿背又不知道怎麼用 有些人買到回家很棍 不知道怎麼用 這個可以加少許 為什麼呢 你一兩可以煲三次 不會加少許 對於氣管就更加好 這個主要針對 好像Pan 我們這些系友 長期氣管也有問題 現在Pan 可以喝完這個 謝菇再喝這個暗春 因為他先補完肺 氣管 然後再跟他調成身 因為他都要成身 我看到他要調理一下 其實 無論是謝菇也好 暗春也好 Pan 都對的 最主要是這件事 不過其實說真的 針對氣管也是選擇 謝菇好一點 其實暗春更便宜 暗春 稍為比謝菇便宜 大概便宜二十多元 謝菇在哪裡賣 那些地方賣 賣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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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不是活雞 有的 都有的 都有 相對來說 可能比以前比較少 如果大家找不到 其實去超市 冰鮮謝菇 有些雪凍的 在外國來的 有些外國貨 都有謝菇 當然是新鮮的 但是有沒有冰鮮謝菇 冰鮮冰鮮的 其實差不多 不是冰鮮的 要不去超市買急凍 要不去雞檔 不是 去雞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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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湯給你 也有的 如果你說沒有 你可以跟老闆訂 其實他可以拿回來的 可以訂的 譬如說 過兩天來 幫我訂一對 訂一隻都可以 都沒問題的 挺好的 這個天氣 你本來氣管 很辛苦 很慘 這樣吧 大家 剛才我看到大長金回應 他真的有人煮 原來真的 我們這個湯 也有網友 也有PM叫我給多些時間 當然有人煮 其實我家裡有湯 但我沒有煮來煮 他自己煮開的湯 我也要嘗嘗 尤其是這個豬爭律子 寶賓州 雖然說我這麼自認 這麼勇敢 但是 只有46 節目完結之前 我們今天做長一點 大家提醒大家 記住 參加是慶 因為這次是慶 我真的想見一下大家 因為有很多心底說話 有很多補名的 快點給錢 快點確認 還有給了錢的 麻煩你上去 搞得我們百多人 當然不止 不等到氣勢 還有大家看到我 我現在正在拉布 穿著這件衣服 其實真的很冷 做節目 因為是始終暗 這間房間是陰氣重的 聽到 不是 你Studio 是陰氣喝冷氣的 但是我們會有長袖衣服 那晚會有得買的 也有那件外套 那件外套真的很漂亮 我不懂得說 是這版的長袖衣服嗎 這版有 還有我們那件新外套 思維他們看到也喜歡 真的很想名 而且不 你 嘩 穿去扣女 包你怎樣 屌傷臉不得止 他還有很多 我們好像很多榮譽 到時大家 我口急不得及待 真的很想見到大家 忍著先 還有那晚 其實除了大家醉了醉之外 其實都是見證一下我們蘭花系的成長 不是 其實那晚 你跟金主說 金主要帶幾個人來 是啊 多少人來 有哪個人來 阿東就星期一做小利亞爸 其實我很希望他來到 或者不來 來做吧 很開心 錄影 那晚我們都可能會做半個小時 現代何合轉 那半小時就太太悶了 到時 那晚的節目很緊迫 很緊迫 很緊迫 其實 我也很想那晚 你表演什麼呢 我想認識一下我們的朋友 為什麼 有時經常在街上 有時無理會 不論誰跟他們打招呼 不論誰是打招呼 不論誰是誰 最慘 你不知道那個人是親家 還是粉絲 沒有人打招呼 你有沒有遺憾 如果在抗爭場合 看到我們 通常會主動跟他們打招呼 在街上少一些 在街上少一些 在街上他們怕醜一些 離遠 阿北頭 有些是陰陰嘴 陰陰嘴笑 其實我跟各位網友說 見到我們 我們都是常人一個 真的要打招呼 你陰陰打招呼 我是害怕 親家還是仇家 你陰陰嘴笑 但是 你陰陰嘴笑 我以為你愛字 對 我就不想知道你做什麼 真的不知道 到時一個麻煩你 阿星會 我不會的 我叫你老母 你做什麼 這樣就無謂 其實有時 我就是要怎麼想 正如我們經常出街 我不知道 我經常見到 不是 但我怕記不見 我試過有一次在街上坐著 李老闆突然有人拋我肩膀 你知道我那些 雖然說 我沒吃過夜粥 但也認識兩種的 我真的想 這樣就去了 大哥 原來不是 只是打招呼 真的 我們現在做了半年 其實差不多半年 其實我們這次的系慶 牌頭 你們上網就發現 我們是很多的 我們又會在那裡借票 很多 有未來的計劃 有未來的計劃 在國區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地區工作 對香港明年的形勢 其實真的很險要 如果玩到這樣 佔中也不成功 老實說 真的要移民 唯有走 你不是怎樣 走 我就不會移民 坦白說 我就什麼什麼 不用移民 你繼續這樣下去 很快 可能可以 就是這樣 反正我們入了黨 我們過台灣 什麼黨 話說回來 上個星期 其實這樣說 其實我們跟國民黨 真的是 跟台灣 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本來 OK 但是這個郵清源 不知道為什麼 咬著我們的郵清源 就沒什麼所謂的 入哪個黨民進 黨有國民黨有好 其實就沒什麼政治 因為我們做人生是這樣的 總之不是共產黨就可以了 總言 但是 我們是為香港的國民黨鑄入身血 因為我們 醉硬 真的不要說醉 很年輕的一代 即是那晚吃飯都很開心 喂 過時 阻礙人家 夠了嗎 下集還是可以做的 做完之後才是齊慶 希望下集 因為我們的票都很漂亮 這次很厚 希望大家快點報名 接下來是十朝 不要走開 拜拜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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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搞定了 它有三千多种成人玩具选择 设计还很英俊 有齐震动器 后庭玩具 私密 制服 SM用品 还有催情香水 各式各样 还有 適合阿波玩的飞机杯 安全套啦 总之 和性有关的 星事都有良品 给你选择 你搞得我立刻想找小孩 啊啊 湿了啦 立刻去时代广场对面的星事良品实验室 又或者上www.wunter.net 看一下啦 星事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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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在多夜玩 庐天窗 我们会有限